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想象到这儿有这么多的球迷和粉丝在等着你吗 我们没有时间去记住 我们只是去练习或去玩 然后我们在室室最多的时间 对于热爱足球的青少年 你有什么忠告吗 我总是说的 我们在游戏比赛 是一个很棒的游戏 2022年12月20日 梅西在社交媒体公布照片 照片中他和世界杯一同醒来 几十个小时之前 阿根廷男族时隔36年 终于再次夺得大力神杯 一个视足球为生命的国家 举国沸腾 阿根廷男族时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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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男族 阿根廷男族最重要的人物 梅西如何创造奇迹 他在想些什么 他是怎么做的 2017年 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 曾经在凤凰卫视 名人面对面的镜头前 罕见地打破了沉默 只有短短十分钟 让我们与梅西近在咫尺 回顾这一次访问 也许我们能多一点理解他 新时代的球王 梅西 2017年6月 著名球星梅西抵达北京 大量球迷来到梅西即将下榻的酒店 等待偶像的出现 来中国之前 梅西专门在新浪微博上 开设了自己的官方账户 并用中文向球迷们问好 尽管很早就与梅西方面做过沟通 但梅西的经纪人团队却非常谨慎 本次专访的地点多次变动 时间也一再压缩 为了与梅西近距离对话 设置组一次次地向梅西经纪人达成妥协 在拒绝了多家知名媒体后 梅西团队最终接受了凤凰卫视 《名人面对面》的专访 熟练掌握西班牙语的凤凰卫视主播安东 这次听说梅西要来做客《名人面对面》 主动从香港飞来北京 担任起了许歌辉与梅西的翻译工作 那你想象到这儿有这么多的球迷和粉丝在等着你吗 在中国你也在等着你 你会想到这儿的东西 那你会想到这儿的东西吗 所以是祝福祝福 梅西與北京這座城市 有著不解的淵源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上 梅西率領阿根廷隊 半決賽3比0戰勝巴西 決賽1比0戰勝尼日利亞隊 最終獲得了2008年 北京奧運會的男子足球冠軍 老實說是嗎 的確是年輕人 沒過者去看他 年輕人將會看他 我們都知道 北京應該算你的福地了 在北京你曾經帶領 阿根廷國奧隊 贏得了奧運的金牌 所以能谈谈北京的印象吗 你对哪些地方有设色的印象 Sí,La Ciudad Beijing ha sido una un lugar de suerte para ti, ¿no?, porque, bueno, el Equipo Nacional de Argentina logró la metalla de oro en el año 2008, por eso que me parece que la ciudad ha dejado lo lindo, los recuerdos, ¿no? Tengo lindos recuerdos de esta ciudad por ese campeonato, por en sí todos los Juegos Olímpicos, 我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生意 我终于我们结束在北京 究竟是什么最吸引你的? 哪些地方是最吸引你的? 我真的没有获得讨厌很多地方 几个地方是很少 梅西是著名的球場真君子 不犯規 不假摔 不爭執 独怒自威 以求服人 球迷评论梅西说 有干那些事的时间 梅西的球都进了 梅西眼中只有足球 他对足球有着近乎病态的专注 走下赛场的梅西 依然是谦谦君子之风 当我们与梅西面对面 每个人都亲身感受到了 传闻里梅西的礼貌 谦逊 诚恳 然而在赛场之外 他的身上还多了一些 腼腆 羞涩 还有一些沉默寡言 梅西的每一句回答 都是简短 谨慎 中规中矩 好像在背诵标准答案 只有当谈到家人的时候 他才稍稍打开了话匣子 你经常要世界各地的去踢球 会很想自己的太太和儿子吗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梅西13岁时加入巴塞罗那清训营 从2005年到2021年间 梅西一直效力巴塞罗那 期间获得四次欧洲联赛冠军杯冠军 和十届西班牙甲族联赛冠军 不仅忠诚于球队 他还忠诚于另一段情感 梅西五岁时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安东内拉 安东内拉是梅西队友的妹妹 2007年 20岁的梅西和安东内拉确定恋情 2010年 安东内拉搬家到巴塞罗那 两人正式生活在了一起 2012年 梅西的儿子迪亚哥梅西出生 在对阵莱万特的比赛上 梅西射入了关键竞球 竞球之后 梅西将左手腕放在额头上 在护腕上 梅西缠着一层白色胶带 写着我爱你 迪亚哥 向世人展示儿子的诞生 已经开始教儿子踢足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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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西和安东内拉的婚礼 在阿根廷罗萨里奥正式去行 两位新人携手走过了20多年 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婚礼现场 梅西夫妇的两个儿子 迪亚哥和马特奥 成为了父母 这一难忘时刻的见证者 现在梅西夫妇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他平时会去现场看你比赛吗 还是在电视里边看你的比赛 你喜欢看你的比赛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所有的環境 2018年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 開幕之前梅西來到中國 接受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的專訪 那你想像到 有這麼多的球迷和粉絲在等著你嗎 我們沒有時間去記住 我們只是去練習 去玩 去玩 然後我們在酒店裡經過最大的時間 對於熱愛足球的新少年 你有什麼忠告嗎 我總是同樣的 我們在玩的球賽 是一個很漂亮的球賽 2018年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 開幕之前梅西來到中國 接受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的專訪 來看球賽 寻想到有這麼多的球迷和粉絲在等著你嗎 我們沒有時間去記住 我們只去練習 去玩 去玩 然後我們在酒店裡通過最大時間 對於熱愛足球的新少年 你有什麼忠告嗎 我總是同樣的 比赛的比赛的比赛 是一个很漂亮的比赛 先生们和先生们 我们会给予一位最好的决定 一位最好的决定 世界上的决定 先生们 来 我先帮着他 这是一个贡献 梅西还特别准备了 两件球衣给我们的 来 两小朋友 给我们展示一下梅西送给你们的礼物 好棒啊 梅西是创纪录的足球运动员 他拿过七届金球奖 得到过个人和团体所有最高荣誉 他是最快的 最灵活的 上场最多的 进球最多的 而且在全世界所有的运动员当中 赚钱他也是最多的 然而足球永远与挫折相伴 梅西更是如此 来 来 来 参观 梅西小的时候曾经踢球的地方 利奥内尔梅西 1987年6月24日出生于阿根廷圣飞省的 罗萨里奥 梅西在同年就以天赋异禀的足球特长 在当地小有名气 但在一次体检中 梅西被查出患有猪如症 发育荷尔梅缺乏 也就是生长激素分泌不足 会阻碍他的骨骼生长 使他无法长高 家里的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小梅西的治疗费用 当地球队也无力负担医疗费 只得将梅西放弃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梅西的父母带他来到西班牙巴塞罗那 当年13岁的梅西身高只有140厘米 梅西用表现征服了巴萨青年队教练范加尔 他被巴萨收留了下来 并负担了他的高额的医疗费 经过专家和梅西共同的努力 梅西的病终于有了很大的好转 同时他更加努力地踢球 刻苦地训练 从此梅西开始了他的职业的辉煌 有很多人把你叫做足球场上的上帝 但是真正在天上的万能的上帝 最开始仿佛没有想让你踢足球 你是怎么让上帝改变主意的 全世界叫你像在地上的神 但是我还不懂得有才能 当年幼稚人 其实我真的有点不错 我一直以为我能够体渗球 从小的时候我喜欢 我喜欢站在一圈里 我一直以为我和我都很乐意 我一直以为我都很乐意 妻子完成了婚禮 她告別了 充滿混亂和挫敗的2016年 梅西多次代表阿根廷隊出征 但是總是在美洲杯 世界杯這些大賽面前折戟沉沙 2016年美洲杯 阿根廷隊再次爭冠失利之後 梅西痛苦不已 決定退出國家隊 同在2016年 拖延几年的逃税案宣判,梅西和父亲被认定犯有税务欺诈罪,因出犯而且交付税金,被判21个月的缓刑。 但是挫折没有打倒梅西,很快他选择重返阿根廷国家队,在多次失利之后,再次带领国家队冲击美洲杯和世界杯。 对于热爱足球的青少年你有什么忠告吗? 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年轻人选择,因此我们也邀请准备了一些年轻人去学习。 例如,如果有些年轻人喜欢球,有些提示吗? 对,它们还是会玩的快乐。 对,它们都会享受伤好。 对,它们是乱冰了一种生活的口游,这种活却实际上呢? 或许,我也有可能在一起均值的地方, 在这种'd适合我们,我们下一次龙球的目标, 我们现在的时间是很困难的 因为有很多比赛和比赛 如果有些空间有机会 我肯定会回到北京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问题有很多 但我们时间有限 好 我已经看到那边 有人高高地举起你的手 我们工作人员地下话筒 然后请你自报家门 好吧 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 我想问的是上线世界杯 在决赛中很遗憾的书来 明年又是世界杯年 我想问美西和阿克平 有什么样的愿望 谢谢 我来到中国的地区 什么期望和决定 和决定的决定 非常感谢 我们现在还在一种课程中 希望能够试试 我们全部都能够试试 然后我们准备 我们准备 我们准备会准备 我们准备会准备会准备 我们准备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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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钟的时候 梅西经纪人向设置组示意 采访时间已经到了 这时许歌辉用带来的 大幅梅西海报 向经纪人争取更多的采访时间 2017年欧冠淘汰赛上 巴萨首回合客场0比4落后巴黎 在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之前 欧足联官网给出了16强各队晋级的概率 他们认为巴萨的晋级概率为0 因为在欧冠的历史上 有58支球队面临过 首回合0比4的情况 而他们则无一例外 全被淘汰出局 2017年3月8日20点45分 欧冠1%决赛次回合焦点站 在诺坎普球场展开争夺 在梅西的代理下巴塞罗纳主场6比1取胜巴黎胜日尔曼 完成史诗般的逆转 巴萨也成为首支在欧战首回合4球落后下成功翻盘的球队 一向低调的梅西站在广告牌上 如王者至尊享受万人拥戴 聖坎普球队面与巴塞罗纳主场6比6的球队 我只是在享受那一刻, 那一刻意识到我们的打赏。 因为我没有希望能选择过去, 因为那是最后一刻, 我只是享受那一刻意识到得到成功。 2018年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 开幕之前 梅西来到中国 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的专访 那你想象到 在有这么多的球迷和粉丝 在等着你吗 我们没有时间去记住 我们只是去练习 去玩 去玩 然后在宝室里面的时间 对于热爱足球的青少年 你有什么忠告吗 我一直都觉得同样 在这边的球迷人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球迷人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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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说 你有一些很好的 agent Pablo 我们爱他 他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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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总我刚才已经强调了最后一个问题 但是恐怕我要食言了 因为在这边我看到无数双举起来的手 他们来自球迷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给球迷一个机会 I'm sorry OC 因为他们其实代表了众多球迷中的一小部分 还有很多球迷都毁在这个酒店的门外 我代表巴萨球迷 广大的巴萨球迷 那一个他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 你什么时候发抖子 谢谢大家 现在我来接着刚刚主持人的那句话 其实并没有什么难为的 因为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在中国 见到这么多喜爱我的朋友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不管是之前我和巴赛就一块来北京 还是说这次我个人来 我都是希望大家见面的 所以我现在非常高兴 因为刚才这位球迷朋友提到刮骨的问题 这个我有点为难 因为现在目前我还挺喜欢自己的这个笑容 我感谢大家 оказ好 谢谢大家